平常也會做一些運動 例如說像空中瑜伽 讓自己的身體拉拉筋 然後打到緩和的效果 舉幾個動作讓大家參考一下 這叫做屈胸臥室 你這樣它會讓你的子宮比較不要 就貼近肚皮 脫離那個神經 就不要踩到那條電線 它就比較不會去疼痛感會產生 當然也有一個就是貓式也是一樣 其實大家都可以注意到 其實它大部分都是讓你的屁股 比較高一點點 剛剛其實我們搜尋的 就是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有關於經痛 你怎麼樣去克服 或有些迷思的大破解 那接下來我就要請教若隱 那您自己 因為以前是學士時代吃冰 所以你那個疼痛可能到第六級 那現在有沒有好一點 或是你用了什麼方法 你覺得這個改善很多了呢 後來就是比較懂得保養 就可能在經期之前 可能會喝中藥湯 或者是藥燉排骨 這是比較直接方便的 就是用比較調理 調理身體的方式 對 然後或者是 女生的中藏湯 我覺得在事前喝 其實都OK 那如果當下呢 比如說那個是天數是 五天有可能是 可能七天吧 那你怎麼保養呢 悶悶脹脹 或者是有點下不來的時候 我就會可能在家裡 煮熱開水 然後灌個兩到三大杯 溫熱的一定要溫熱喔 讓你覺得子宮是達到暖的那種效果的溫熱感 溫熱開水這樣 對 然後大概不用到幾個小時 它就很順暢的就排下來 或者是說像我身邊的女生朋友會貼冷暖包 但貼冷暖包要小心 有時候如果說你靠近肌膚或是太過熱 會造成灼傷感 會燙傷 對 所以就是你可能貼的那個時間 也要稍微拿捏一下 讓我也是注意自己的那個體溫狀況 對 或者是還有就是可能平常 也會做一些運動 例如說像是瑜伽 空中瑜伽 空中瑜伽 我這樣想像應該非常美的一個姿態 空中瑜伽 讓自己的身體就是 比較可以拉拉筋 然後打到緩和的效果 但是旌旗來的時候就建議不要運動 因為每個月女生來旌旗一次就是希望 讓你的身體達到修復的這個狀況 OK 請教王醫師 那若隱包括好朋友來旌旗來之前之後 跟中間他其實都還蠻注重這個保養 那這樣是不是 還有他加上運動對不對 他平常就有運動習慣 是不是就比較不會驚痛呢 他剛剛講的那些方法 其實我覺得基本上是認同的 包含他講的那些運動的方式 什麼空中瑜伽 什麼瑜伽那些姿勢 因為之前 之前我也有去學瑜伽 後來我在去上瑜伽課的時候 因為你覺得瑜伽好像 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它緩緩的慢慢的動 跟那個熊貓一樣 慢慢爬一樣 跟這隻一樣 那你覺得這怎麼可能會運動 我們是要去減重 可是事實上不是 其實每個動作都有它的特殊性 去上了你才發現不容易 真的上完全身都是汗 他有在調心 核心肌肉 他就是在這樣子訓練 心情的心也要調 後來我就看了瑜伽課 他就問了一句話 他每次他都講 有沒有生理期來的女生 舉手一下 所以表示他要區隔 那個運動的不同類型 就是強力度 對 那我就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問 他說不一樣 有的正在生理期來 有些動作都不能做 或等等等 換句話說他瑜伽有他的方式 那做瑜伽他是一個最沒有商量 不是吃藥 可是他就真的去改善那些會驚痛的女生 那我們瑜伽可以做哪幾個 哪幾式呢你覺得 對 這裡舉幾個動作 讓大家參考一下 這叫做屈胸臥室 他的這個特色可以看到 我們把屁股翹起來 膝胸臥室 對 因為我們子宮 他在下面 剛才有提到 他是個懸吊的 你這樣他會比較讓你的子宮比較不要 就貼近肚皮 不要去壓後面的神經 因為我們的神經的位置 就是在你的子宮的腳這樣爬上去的地方 那你讓你的子宮脫離那個神經 就不要踩到那條電線 它就比較不會去疼痛感會產生 這個可以讓大家參考 這個是在驚奇的時候就可以做對不對 也可以做看看 對 可以做這種情況 所以你平常也都可以做 也可以做這些運動 這個其實都是還蠻OK的 那當然也有一個就是像我們講的貓室 貓室對不對 這是貓室也是一樣 其實大家各位注意到 其實它大部分都是讓你的 屁股比較高一點點 進而去改善你的子宮的位置 如果你站起來的話 子宮是往下降的 它就會往後躺 去為了去壓那些神經 那你如果說正好你的結構 正好那兩條神經從腳進去 就正好比較靠近子宮 壓到就會有疼痛的感覺 這可以生長我們的脊椎跟骨盆肌群 是不是這樣子 OK 所以這兩個方法 就是膝胸臥室跟貓室 可以有效緩解我們的筋痛 另外在吃的喝的還有什麼方法呢 在一般吃的 現在就不講藥了 講藥就是進入到醫療的層面 你會想說我要保養 我要吃什麼東西 一般我們大概都知道 所謂這種就是越進來 大家想越進來 它就是一個驚喜要流出來 身體有東西要移動 就會類似像一些發炎反應出現 就像我每次在產科我都會講說 你看你懷疑一個大肚子 寶寶在肚子裡面 它就是一個外來的東西 因為一半是老公的成分 它就會攻擊它 所以為什麼會有一些流產 就是類似這樣 那越進也是一樣 你身體其實已經要排出來 那個就是外來物了 它已經不是你身體的東西了 對 所以大部分就是會發炎反應 我們就要大家吃一些抗氧化的成分 例如維他命C A C E這些都抗氧化 像花青素等等的 或者不飽和脂肪酸等等 都可以避免前列腺素抗發炎的作份 就可以避免疼痛 因為我們發炎就是一個痛 就是感染就是一個痛 那你能夠抑制掉 這個疼痛就可以緩解掉 比如像是好的油 對不對 堅果 對 這些都是可以抗發炎的 對不對 好 這是吃的對不對 吃的部分 那喝的部分就像熱飲的部分 剛剛會有講過 我們喝一些熱的 茶跟咖啡事實 可以 可以啦 是樣 可可也可以吧 心情願 對 像人參 有的時候人參可以補 那就不大建議 可是人參不會縮起來嗎 會收縮會痛 反正因為吃夜場 會不像是寒的 是寒的 還是補氣的 對 所以有些東西還是要篩檢 或者說人家說不會 你喝了就會 那就不要喝了 就是這個是我們建議的一些方法 是 還有可以什麼敷 像剛剛若隱有分享說 他們會貼什麼暖暖包 對 暖暖包 對 就是熱 就是局部性的熱 讓它這個地方會比較好 可是當然還是很重要 就是要貼要小心過熱 會燒湯 對 我們之前有遇過 肚子打開 哇塞 這是怎麼回事 它被燙傷 對啊 很多那種燙傷的痕跡 它就是放的不曉得 太久了 然後太久了 就灼熱傷了 對 所以還是要注意溫度的控制 或者是說 今天也可以貼後背 巴療血的地方 有時候可能也是 驚奇慢慢下不來 我去按個膜 按摩室按完這邊 就整個都哇 就很順暢 所以我覺得肚子這一個 360度這一環都很重要 都要就是可以加強保養 你這樣若穎是真的有下功夫 對 一個 冰應該也吃得少了 對不對 沒有像學生時代那樣 沒有了 現在都借冰 借冰 現在都是用中藥的調理方式 然後加上運動 難怪長得這麼美麗大方 而且又會唱跳 然後又出新的 應該說是EP嘛 對不對 單曲嘛 對不對 跟大家分享一下 若穎的新歌EP You Don't Know Me 已經在KK8、Spotify 各他的平台的數位 已經上線了 然後大家可以下載 一起來聽 這是一首動感舞曲 大家可以一起來跳一跳 唱一跳 然後就比較不會驚奇痛喔 大家都要懂對不對 這是你不懂的意思是不是 然後我要送我的實體CD給 我們的美麗的主持人 還有我們的王藝石 謝謝 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這個唱跳女神若穎的EP喔 今天會不會改善 我們的驚痛的問題 這答案絕對是 百分之 兩百是一定會的 因為你會很開心地融入 在這個舞曲裡面 對而且唱跳 就是也適時運動 這個又好歌 然後又有好的這個什麼韻律對不對 身體會很開心 還可以減肥 對像你的正財 戴一些戴一些 皮膚好會變好 這麼好 然後又青春美麗 非常謝謝 我們也很榮幸 大家多多支持 感恩 今天節目非常謝謝 我們的王醫師 謝謝Royne 針對我們今天的驚痛環節 或是我們要怎麼樣 跟好朋友和平共存呢 如果你還有很多的疑問 別忘了可以上我們 樂活SO MUCH的粉絲團留言 同時要追蹤訂閱我們的YT頻道 今天節目感謝您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小燕謝謝 謝謝 太好了